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蒋白春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你是不是因为前程 因为他 这个是个大坑 我可不往下跳 我只是觉得 林诺颜出院 还有小程这档的事 放在一块儿有点蹊跷 没那么简单 你这个死男人 有了前程还小林诺颜 能不能对我专一点 怎么可能 蒋白春 你相不相信命啊 一九四一年我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 本来是想治好自己的病 但是一场战争 带走了我全部的家人 我带着刀枪离开了家乡 也是九死一生才去到了国外 可是在国外 我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那段时间啊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的家乡 无家可归的感觉非常不好 但是现在你有家了呀 而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不对 就算一切好不起来 也没有事 因为总有人来 也总有人会走了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成长轨迹 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还有不同的态度 在一念之间 就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向 所以每个人 都应该会有不同的结局吧 好啦 你开心一点嘛 孙悠一个 我没事 只是这种法律事我插不上手 只能干着急 原来啊 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和小诚认识 两人一起经历了磨难 痛苦 还有疾病 所以小诚对他来说 格外地伤心 这种伤心程度 对于正常人可能是好事 但对于一个心里有疾病的人 也就未必有 所以我很担心他 我拜托你能不能稍微乖一点 不要再烦我了 好吗 你喜欢陈未来没关系 我也会像他一样 我会越来越棒的 但喜不喜欢跟棒不棒没关系 高瑞峰 我 哥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啊你 别打了 我哥和我男朋友差点 有你们什么事 上来我揍你 上来我揍你 走走走 威力加油 你个没空气死下的 哥 你也加油 我们现在不能输 你闭嘴虽然我完 亲爱的你撕着点脸 你闭嘴 谁让你凑热闹的 前程打了彭子春 你倒打了薛嫂嫂 你们真是一对好兄弟啊 奶奶 她先动手了 现在主演的是她不是你 你守护少爷 工作不认真也就罢了 你对得起前程吗 这十多年来 钱家把她交给了你 是对你跟对我们的信任 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好朋友的 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好朋友的